新冠病毒人造论 中国隐瞒疫情的谣言从何而来 幕后黑手到底是谁 又是谁在推波助澜 谣言竟出自一篇来自美国的论文 2020年9月 闫丽梦在美发表论文称 自虐全球的新冠病毒的基因 与中国军方实验室发现的蝙蝠冠状病毒的基因 可疑的相似 随后他借此大肆造谣 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合成的 既然来自论文 内容是否真的可信 从发布渠道上来看 闫丽梦既没有投稿给各大学术期刊 也没有邀请业界同行一起广泛讨论和评审 而是简单地发表在 一个名为Zenadu的公开资源库上 从学术界反响上来看 文章一经发出就收到了来自英国 美国等知名学者的反对 从公众舆论反应来看 严和他的论文还被大量媒体质疑 从官方调查结果来看 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的结论是 病毒不可能源于武汉实验室 这更一步证明了严的论文具有误导性欺诈性 幕后黑手真的是中国学者闫丽梦吗 在闫丽梦及该论文其他三名作者的背后 隐藏着更大的黑幕 他就是拿疫情追究中国责任言论的领军人物 特朗普前顾问班农 班农创立了两个组织 分别为法治学会与法治基金会 而严利梦及该论文其他三名作者 均为美国法治学会成员 鼓吹中国肺炎的研究 也是在班农的资助下完成的 赞出这篇论文的机构不是学术机构 而是一个夹杂了政治意图的基金会 不难理解 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言论 也是刻意煽动误导而成的 从动机出发 这篇论文不仅不具公正性 甚至是不道德的